请蒙面老师分析一下近三个月左右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人民币汇率其实核心的关键还是分析美元 它跟美元息息相关了 美元指数强的时候人民币自然就贬得多一点 所以说还是看美元指数怎么走 人民币现在是在6.87左右震荡 7没有突破 我相信他要想突破7的话 需要美元指数非常强势的时候 美元指数开始走强的时候 然后他才会突破7 如果美元指数就是这种弱势震荡的话 它基本就是在区间区域内震荡 如果以两年或者三年为投资周期 适合买入的资产有哪些 投资权益市场的 权益市场的弹性最大 弹性最好 然后有很多好的公司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你有这么长的投资周期的话 你等一等 等这个情况明了一点 再等个一个季度左右 看是不是美国到底是软主路还是硬主路 然后我觉得你到处介入长期投资 美股市场还是可以的 因为长期来讲 美股基本来讲趋势还是向上 总体来讲 因为它的科技不停的在进步 它的生产率不停的在提高 加上它的人口结构 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有移民等等 所以说美股的生命力 你也看出来了 美股的生命力确实很强 全世界三大最坚固的泡沫 中国楼市 美国股市 还有日本债市 三大坚挺的泡沫 如果这三大坚挺泡沫 再排个序的话 可能整体来讲 美股的韧性和这种强健程度 可能是比那两个还要更强一点 那两个有什么问题 那两个不是说泡沫不坚固 那两个是泡沫 如果一旦破了的话 它很难恢复 它很难再涨回到原来的位置 比如说日本国债 爆了 整个日元的幸运危机就产生了 对吧 还有中国楼市 那两个泡沫 它也顽固 但那两个泡沫 它韧性 就一旦破裂以后 它的恢复程度不够好 但是美股不一样 美股如果 即使泡沫破裂了 它可能经过 经过几年的 慢慢的恢复 可能又创新高了 尤其是一些 资质比较好的一些股票 美债值利率下降 市场预计美联储 今年下半年会降息 美股还跌不跌 我空头快被搬弯了 空头非常难做 这两周 就别看好像有恐慌 银行业危机 但实际上整体环境 对空头是不利的 因为它整体来讲 是震荡向上的 而且经常低开高走 这种走势 对空头非常不利的走势 所以说很难做 但是我刚才也讲了 加息它有实质的这种效应 对吧 往往降息的时候 都是美股大幅下跌的开始 之前给大家看过那张图 对吧 我就不再赘述了 不再重讲了 每一次美联储转向的时候 反而是危机开始深化的时候 你比如说08年 对吧 它从5%的利率 一路降到零利率 是吧 一路降 股市一路跌 对吧 从2007年10月份开始降 一直降到2008年底 然后这一路股市都是跌的 这个做空呢 就确实比较难 而且很折磨人 长期来讲呢 它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买卖 不是很划算 它只是能在特定时空的情况下 和特定的情景情况下 可以去做 这个不能老做 当然了 如果是这个情景二的这种假设 真的出现了 那你这个时候做个空头呢 有可能是正当起始的 或者说是比较大的这种机会了 怎么讲 因为美股的暴跌 或者美股的硬着陆 那是美国经济的硬着陆 那不是常有的现象 那是十几年 甚至二十年的一种大周期的一种表现 它不会经常给你来这种硬着陆的 美股也不会经常暴跌的 美股大部分时候都是慢慢上涨的 哪有什么暴跌 暴跌很少发生 2000年纳斯达克破灭那次 08年一次 然后疫情那时候发生过一点 所以说这种情景 它本身就很少 当然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尝试去把握 但是做空 这个不是个长期划算的买卖 怎么看港股科技互联网板块 如果手里有一点现金是用来还房贷 留在手里抄底 还是拿在手里 我建议你是用来还房贷 因为我们未来所处的一个时代 是越来越不确定性的时代 那不确定性 对绝大多数人 肯定意味着这个钱是越来越难挣的 生意是越来越难做的 对吧 投资也是越来越复杂的 你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认为自己 就是说在大风大浪大环境里面 没有十拿九稳的机会 我建议你还是把债务先还了 降低负债 人无债一身轻 你有债务压力很大的话 你的行为动作都会变形 思路也会变形 所以说我建议你 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你就先用来还房贷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降低债务的水平 不要被债 请问萌色 如果美联储降息 使利率倒挂消除 是否可以避免后续的经济衰退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历史上有过 就是在预防性降息 这是可以的 当加息的效应 还不太显著突出的时候 比如说我觉得最鲜明的 就是2008年以后的那一轮加息周期 对吧 他18年底加到2.25到2.5这个区间 其实加的也不多 加的又很慢 是吧 然后到了2018年底 19年初 突然停止加息了 突然转向了 然后到了19年7到7月份开始 突然降了三次 他这个就是很巧妙什么 他之前的加息本来就比较缓 然后发挥效应的也比较慢 对吧 然后市场的稍微有一点点掉头的时候 他就开始降息了 整体来讲 整个市场的上行趋势没有走完 整个经济的这种上行动能也没完 他只要稍微给他添加点财火 加点火药 加点刺激 马上就能还能继续走一段 对吧 然后一直到疫情发生了 然后把利率再降到零 所以说08年到整个21年 或者说22年 我觉得这12三年的一个周期 我觉得是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上行周期 所以它是没有 它是一直持续的很长时间的 这一次不太一样 这一次整个加息已经加完了 我们已经过了能回头的点了 除非刚才我讲了 突然全球央行在此时此刻 或者在半个月一个月之内开始大幅降息 然后重启量化宽松 那样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避免一场硬着陆 或者说是避免一场 短期的迫在眉睫的硬着陆 但是长期的影响 那就更不可琢磨了 我之前会员直播讲过一期节目 就是这么个长期量化宽松 搞下去以后 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信用货币会整个瓦解掉 包括美元 这种纸币的信用会瓦解掉 或者是会不会出现这种 这种全球的恶性通胀 究竟我们这个世界的 未来的终点在哪里 对吧 那会给未来造成更长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 就是当下 就是说突然降息这种概率还是很低的 因为你也知道通胀还在高位 对吧 美联储也好 全球央行也好 通胀现在还是第一的这个要务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他还不敢 这个这个贸然去突然降息 突然降息 从这次3月22号又加了25 今年也能看出来 基本还是想把这个通胀先打下去再说 而且鲍威尔本人也多次说了 就说如果通胀不打下来的话 对长期经济的这个增长 是有很大长远影响的 对吧 那衰退他反而不那么怕 他觉得衰退以后 他有这个美联储足够的货币政策工具 可以去走出来 对吧 他是大概原话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呢 不会啊 不太会全球央行突然联手 开始降息啊 量化宽松这样 金融危机大概率在美联储降息之后爆发 如果看过去历史的话 基本是这样的 就是说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 大部分是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以后爆发的 这个逻辑我之前多次讲过 它就是实质效应 就是这种加息的这个时间的滞后效应 那就是lag effect滞后效应 能否用蒙面四项线详细讲解一下市场现状 即未来趋势 中国现在是蒙面时钟的第一项线吗 基本面下降货币宽松符合条件 就是这个问题呢 我在上有上一期做了个录播 有个录播节目呢 你看一下啊 我讲到这个问题了 当然那个我讲的主要是美国市场或全球市场 属于蒙面投资时钟的这个第四项线啊 就是最风险最大的一个项线 就是经济基本面下降 然后这个货币政策估值呢收紧 是吧 估值下降 股市呢开始承受双重压力 当然你问的呢 就是A股市场 国内市场啊 国内市场好像给人一种假象或者现象 感觉是像第一项线 经济基本面比较糟 有通缩这种压力 但是货币政策放松和估值上升 对吧 但是这个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它跟以前有个本质的不同 以前08年也好 15年也好 是吧 包括18年以后也好 它都是一大波很猛的这种降息啊 降准 然后经济基本面迅速就回暖了 但是我们这一次周期呢 跟以往有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这次是挤牙膏式的宽松 就是从21年7月份第一次降准 21年12月份 第二次降准 然后到22年4月份降准 到22年12月份降准 直到这一次是吧 3月份再一次降准 它都是挤牙膏式降准 而且降准的幅度越来越小 是吧 现在都是25个基点 之前都是50个基点 那每一次降准呢 只能让经济基本面稍微有所气稳 或者稍微有所反弹 然后经过三四个月呢 它就又下去了 又这个有这种通缩的这种压力 所以这是跟以前不同的阶段 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把它套用到 这个投资时钟的第一向线 第一向线 而且你有一个还要理解的 就是想到的 就是说这种货币政策的这种放松 它有边际效应 越来越衰竭的作用 而经济自身的这种下行压力 它本身就会带来这种紧缩的效应 这个要考虑到里面 就是说经济基本面的下降 它自身就会带来这种通缩的压力 通缩的压力本身就是一种紧缩的压力 这个好理解吧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手头都紧 没钱 银行间也没钱 个人机构也没钱 所以说资金面是很紧的 这是一种自然而来的经济自发调整 而带来的一种紧缩效应 所以说它是有这种紧缩效应 所以说当降准 什么效率越来越差的时候 越来越弱的时候 本身实质 它可能还是归属于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 就是经济基本面的这种下降 以及经济基本面下降 而带来的这种高度的这种紧缩效应 通缩的这种效应 还有债务的这种紧缩效应 它会叠加在一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